這也是國際上面需要台灣的重點產業 那這個如果國際上面沒有信任的話 這個產業我們的競爭就會輸給其他國家 所以我們的對手中國國民黨 他相對來說他的兩岸政策上是親中的 這個跟美中科技上面的競合是有矛盾的 所以如果是中國國民黨執政 如果是中國國民黨去招商 相對親中的政策會讓廠商所疑慮 那這也會讓其他國民主國家的陣營跟政府產生疑慮 所以如果由民進黨來主導半導體產業鏈 來主導半導體的整合 不但可以獲得廠商的信任 國際上面的民主同盟 所需要的民主晶片 也才可以真正落地生根最快最有效率的在地整合 我們的效率最好 信任度最高 國際上面的合作 新竹市既然一直是在陶竹竹的一個地理重要的核心位置 百年大疫期間成立了專案篩檢站 在五十年大旱期間 陶竹備援管線 當時就完成銅水 竹科X 興建了三棟的軟體研發大樓 健康的照顧 我們在這個月的月初已經啟用了新竹市立馬街兒童醫院 照顧的是陶竹竹苗地區兒童的一個健康 推動五陽高往南延伸 我想昨天第一點 有關於科技的人才 在新竹市其實非常多普遍 但是我也更相信 新竹市民不會去選一個涉嫌 可能有貪污 可能有家領助理費 甚至科科員工的冠老闆 我想這是一個很普世的價值 那當然不管是我們的產業的大老大老闆 或者是一般民眾 每一個人都有神聖的一票票票等值 那我這就是民主的價值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最相信新竹市民 冷靜理智智慧的判斷 他們會去判斷 誰才適合來擔任一個城市的大家長 所以在這整個的過程中 我更相信 以國董這樣一個世界產業界的一個 這麼具知名的大老闆 他也應該不會希望新竹市民 選出一個可能涉嫌貪污不守法 然後甚至是科科員工的 這樣的一個冠老闆的 荒腔走板的行為 這我相信所有人都應該有智慧 可以去做出明智的判斷